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天州五号货运飞船这三次航天器的到访和交互对接 以及两次问天试验舱的转位 并且进行其他的各种测试和活动和建造的活动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三舱结构的空间站的基本构型就建成了 所以说我们深州十四号乘主要全程的见证 我们整个空间站建造中最重要的这两个试验舱的造访 同时就是说包括各种设备的安装 各种设备的调试 我们天和一号 那么它的内部空间有效的容积是50立方米 这已经是一个像一个加了 那么等我们的问天和梦天这个两个试验舱入围以后 光这三个舱那么它的总的内部容积可以达到110立方米 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就完全变成了 110立方米比50立方米已经又大了一倍多 这个应当说比以前宽敞更多了 那么关于吃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在一个持续不断的改进的过程中 之前其实他们的食品已经非常丰富了 包括过节的时候都有专门的过节食品 还有就是根据每一个秤主自己的口味 那么就是说给他专门准备的这样一些食品等等 这次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战争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发布呢 还会有盲盒的视频 给大家一个这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非常不错的 我们在这个天宫二号任务期间呢 这个景海鹏和陈东呢 两个航天员进行了我们国家的首次的 这个载轨的中期渡流 载轨渡流了一个月 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天宫二号已经种植了生态 只不过呢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把这个种好的生态呢没有吃 拿回来地球 跟科研人员研究了 所以说呢 你们种菜是一定会种的 那么种好的菜呢就是这个 也一定要就是在确认了安全以后 那么就是说等于我们才能够允许航天员来吃 之前有17个国家 它的9个试验项目 大多数都是联合的这个试验项目 这过程是由国外进行研制 那么设备呢 运到国内由天洲汇运飞船发射入轨 再由中国的航天员载轨 对他们进行安装调试操作试验 最后这个试验的成果呢 可以用这个这个利用我们的天内卫星 进行数据下船 或者是呢 由小量的这个可以由我们的天洲飞船 载回的时候带回来 这个是层级最低的这样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大家都不见面吧 那么就是说未来呢 就是其实呢 这个航天员乘组的 国外的这个乘组的造访 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进度空间站的时候 那么要进行很多状态的设置工作 包括呢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这个电解水制氧 让空间站开始联系不断的这个制造氧气 包括这个氧氧化碳的收集等等 维持这样一个能够供人进入的环境 这个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而他们在撤离的时候呢 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 这个物资的转移啊 打包呀 固定啊等等 都很有讲究 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和很多的工作量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建造空间站呢 是为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活动 可能科学实验 它是要跨秤谷的转换周期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从一个秤谷 向另外一个秤谷交接 如果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交接 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如果你短期有六个人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 比如说是这个氧气的消耗 二氧化碳的气除 那么温度和湿度的控制 等等这样一些 我们这个环控生保系统 它有双倍的这个负担 六个人嘛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问天实验仓 那么它呢 就是有一套独立的这个环境控制 与生命保障系统 同时呢 还有另外三个 具有私密性的航行员的仓位 这个我们为 秤谷轮换期间 六人载轨的这个正常生活呢 就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